歡迎收看Win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楊澤瑞 訓練已經進行到了12週 接下來在3週 也就是一個月後 就要來面臨我們的比賽了 不知道你們準備了怎麼樣呢? OK 那這禮拜呢 是我們巔峰期的最後一個禮拜訓練 所以在巔峰期最後一個禮拜訓練當中呢 我們會把特表做最後一次的增量 還有強度增加 難度增加 所以這個時候 也是你最後要堅持住最難的一個禮拜 那這禮拜訓練課表呢 相較於上週來講 速度訓練會從600公尺變成800公尺 那間歇訓練呢 也會從2000公尺提升到3000公尺 那訓練的目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像是800公尺的話 是希望可以維持你的耐乳酸能力 那3000公尺的部分呢 是希望你可以讓你的巡航間歇 維持耐乳酸能力可以往後延長一點 這個時候希望的目的 就是讓你在比賽當中 真的遇到這樣的狀況 身體已經有適應過 並且可以透過這樣的訓練 繼續刺激你的最大想量 OK 那接下來就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禮拜訓練課表吧 禮拜一 維持我們的肌力訓練 那在這禮拜的肌力訓練呢 你可以嘗試著把前面第一次的肌力訓練 跟第二次的肌力訓練 兩次的肌力訓練合起來 把訓練動作做的比較多的情況下 讓身體逐漸可以接受這樣的刺激情況 因為當你刺激了3到5週之後 你的身體已經適應這樣的情況 對於你的進步效果就會開始有限 所以我們再回去到第一週 把一、二東西加起來 這個時候對你的刺激會比較有幫助 OK 接下來禮拜二的訓練 也是這禮拜的重頭戲之一啦 那一樣是先維持4公里的馬拉松配助跑 強度維持2.5區 當你跑完4公里之後 接下來的速度訓練 從上禮拜的600公尺 變成這禮拜的800公尺 強度一樣是維持5.4區不變 那營數呢 是要完成800公尺5營的距離 所以你在禮拜二的課表 要完成800公尺5營 每營強度區間5.4區 休息時間呢 是原地休息2分半鐘的時間 所以這禮拜二的課表 就已經是第一次有難度有強度的課表 接下來禮拜三呢 是休息日啦 那休息日一樣 想辦法稍微的讓你肌肉恢復彈性 做做滾筒、放鬆、伸展、甚至去泡澡 都可以有效的幫助你肌肉恢復健康的狀態喔 接下來禮拜四呢 也是這禮拜悠航耐力訓練啦 那希望你可以在游泡耐力訓練當中 因為有前面的疲勞累積 想辦法在游泡耐力訓練的當下 強度不強的情況 想辦法讓你的肌肉維持放鬆的情況 完成60分鐘的游泡耐力訓練 60分鐘游泡耐力訓練 1.5區的強度 跑完之後 記得還要跑100公尺3湯的加速跑 每湯的訓練強度一樣是6.0區喔 接下來禮拜五的訓練呢 是這禮拜第二個重頭戲啦 也就是所有訓練周期裡面 強度最高 訓練難度比較強的情況 那這禮拜的訓練內容呢 是跑3000公尺兩趟 那每一趟的強度區間呢 是4.2區 那每一趟3000公尺跑完之後呢 要在原地休息五分鐘 所以你要完成兩趟的3000公尺 那這次的訓練目的呢 是要讓你有點巡航間歇的感覺 強度有點高 所以時間很短的情況下 又要開始跑下一趟 透過這樣的刺激 想辦法讓你的最大量 再往上提升一次 所以整個周期中 難度比較高 最長的課表 也就是這次的訓練 希望你們可以想辦法把它堅持過去啊 接下來禮拜六的訓練呢 一樣是維持休息日的狀態 那昨天的訓練 可能會導致你今天開始有疲勞 所以想辦法做滾筒放鬆 讓身體恢復健康的狀態 那禮拜天呢 也就是這禮拜最後一次的訓練啊 這禮拜最後一次訓練 也就是80分鐘的游泳那一日訓練 有沒有感覺為什麼變80分鐘呢 因為開始把強度調降 目的是要讓你身體 逐漸的恢復健康的狀態 來應戰你接下來的比賽 所以在80分鐘的游泳那一跑呢 強度一樣是維持1.5圈的強度 那這跑完80分鐘游泳那一跑之後 還是要完成兩趟的100公尺加速跑 目的一樣是帶一些身體蹲蹲的感覺 OK 那以上就是巔峰期 這禮拜的課表也是最後一次的課表 接下來的三週會開始進入比賽期的訓練 那比賽期的訓練 跟巔峰期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會開始把間歇趟速減少 開始做一些比賽配速的模擬啦 OK 那我們就在結束巔峰期之後 下禮拜的比賽週期見啦 接下來三週 只剩下最後的三週 也希望你們可以堅持過最後這段三週 想辦法維持到比賽 把車産得越來越好 下禮拜見 掰掰